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講的東西是關於一些娛樂事,是關於Youtube的 有一個Youtuber叫李子柴,還是李子柴? 叫人家阿柴,好像很嗨,叫李子柴 說他訂閱量達到1410萬,很誇張 就刷新了一個紀錄 這個今時世界紀錄,官方微博在2號的時候 發佈了被譽為古風美食第一人的大陸網紅李子柴 在今年1月25日,以1410萬的Youtube訂閱量 刷新了一個新紀錄 就是最多訂閱量的Youtube中文頻道的稱號 中國日報的報道,李子柴在2017年Youtube發佈了第一條影片 就是用葡萄皮做裙 我也想看看,標題很吸引 先前李子柴在大陸網絡發佈了多個由自己創作的短片作品 今時世界紀錄就形容 李子柴在影片裏展完的田園生活 令大家十分之嚮往 即使自己身處在一個很高額的環境裏 只要見到李子柴的身影 他的影片裏內心就會覺得很坦然,很安靜 即使身處鬧事之中,內心仍然感到平靜 即是一些治癒系的Youtuber 這個新聞報道,有大陸網友表示 李子柴所拍攝的美食短片 不單止他把東西拍得多漂亮 漂亮的是他製作過程 他會穿著一些中國傳統服飾 採摘新鮮的蔬菜,整理食材 執柴來點火,就會攀調食物 每一部都是充滿香土氣息 儘管有時攀調只是普通菜式 但都帶給網友很多溫暖 根據媒體報道,李子柴曾經說過 大家眼中的生活技能,只是他的求生本能 以前是為了生存,現在是生活 即使有些網友覺得他的影片更新得太慢 但影片內容的時間亦很長 但李子柴不認為慢是問題 他又說了,春播夏場,秋收東藏 天下萬事都有規律 他這句話很噁心 這個不是什麼普通人 應該有打開座的 我本身沒有看過這個人 因為我通常都看香港那些 講其他語言,我好少看 我剛巧見到這個人,好像很厲害 開了一條來看看 見到他在耕田,挖薯仔那些 我自己又不是太適合看的 不過猜不到這些,原來有這麼多人看 在Youtube,真的猜不到 當是一個真講見聞,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什麼特別的 照舊,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就是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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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